二位 的 第四的 嗨大家好 我是 邱大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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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大圾就是 邱大圾 的 邱大圾 ok 呃 這次我一樣要介紹就是環島的部分 那因為我上次第一集我有介紹我是怎麼安排這個行程的部分 然後這次第二集的話我是要來介紹就是我環島的時候都會帶什麼 好首先呢我們要先分清楚就是我們機車到底有哪裡可以幫東西 很簡單就是一般我們騎速克達 它最基本就是它的坐墊底下一定都會有車廂可以放的 那是我們第一個可以放東西的地方 但是第二個呢因為我自己是有準備這個後車廂 好首先呢我要介紹我們這個車廂會放什麼東西 第一個我們要準備的一定是衣物就是你的衣服啦褲子 那因為我通常環島都是在天氣熱或是夏天的時候 春天或是秋天不會在天氣很冷的時候 為什麼因為你要準備非常多的衣物然後來進行保暖的工作 所以你要帶的東西就會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會把我的衣服放在這裡面 它在機車後面的話而且它這個蓋下來之後它是防水的 就是下雨的時候不會淋到裡面 所以它第一個來講它算是乾淨的啦 然後你如果把衣服啊放在你的坐墊的那個車廂裡面的話 它其實你在騎車的時候它是會有灰塵 或是一些髒污的東西會跑到車廂裡面 所以相對上如果你放一些貼身衣物的話 其實是非常不衛生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如果 而且這個車廂很方便喔 它是可以帶著走的 它是可以這樣提的 所以通常如果我們到了一個民宿的話 或是旅館我們就會直接把它拆下來 然後就提著 那你的衣服都在裡面 所以整理起來是很方便的 基本上因為天氣熱所以我通常 像這種短袖的T恤啊 我就會帶個三件到四件左右 因為天氣熱其實我們到了當地的民宿之後 我們把衣服洗一洗然後晾起來再 其實它到隔天基本上都會乾的 褲子的話我會建議大家短褲跟長褲都要戴 因應當時的天氣或是情況來看說你今天要穿長褲還是短褲 OK 再來我現在要講的第一個一樣東西是 一樣我會放在這個箱子裡面的 就是藥品的部分 那藥品的話包括什麼 第一個就是感冒藥啦 然後再來是個人的藥品 就是比如說你自己本身有慢性疾病或是可能有需要再服用的藥物 出去有時候吃東西 腸胃部分的時候要顧一下 還有很重要這個女生比較會care就是防蚊液 好在我們介紹了剛剛第一類就是醫物類的部分 還有第二類就是藥品的部分以外 接下來我要介紹就是 我們有時候出去玩啊 你會有一些目的性 比如說像我這次出去的話 我是想要拍一些好看的照片跟影片回來 所以的話我一定會帶一些專用的用品 第一個我再介紹給大家的是這個 防水背包 我覺得防水包很好用喔 就是你背一般的背包啊 如果下雨的話 你還需要在外面掏一個那個防水罩有沒有 但是防水背包的話就不用 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還蠻值得推薦說 大家如果說有出去的話可以帶的 那它的效果就是這樣 摺起來 然後記得你在 你在收的時候啊 摺起來的時候要讓它裡面有空氣喔 讓它鼓鼓的 鼓鼓 不是那個唱歌那個鼓鼓喔 對 不是很好笑 然後我要說這個背包的話我會拿來放什麼 我剛剛說因為我們出去的話都會有目的性 那我要出去的話帶三軸穩定器 再來是我的數位相機 還有我的空拍機 這些3C的用品 我都會把它放在這個防水背包面 因為它們是不能碰到水的 好那接下來第四項我要介紹的是 就是一些雜物啦 第一個就是你的證件 然後接下來是牙刷牙膏啊 毛巾 就是這種 盥洗類的東西 面紙啊 獅子巾 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非常需要的 然後再來是拖鞋 我會建議大家帶像這種 一個是我們家的RUCY 一個是糯米唱 這種 方便的 很輕的 防水的 這種夾鏈袋啊 我覺得大家可以準備幾個 因為這種夾鏈袋很好用 你出去的時候你要收納物品 蠻實用的一個東西 防曬乳 我覺得防曬乳就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天氣很熱 你一定要查 不然你長時間在太陽底下曝曬的話 其實 對你自己的身體來講 是一件非常大的傷害的事情 好棒好棒 真厲害 想把你這麼快就學會了